花莲慈祭医院响应推动清真友善环境 2020年成为台湾第二家通过清真友善环境认证的医学中心 而在卫生福利部国合组科长以及穆斯林友人等贵宾之下 见证之下7日上午 花莲慈祭医疗团队财团法人执行长林俊龙 以及花莲慈院的院长 还有国际医学中心副主任 是率领着团队一起揭牌认证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所以我们会拜拜地方在这里 因为我来台湾那么久没有地方在医院 讲这都会拜拜 我第一次看到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你们 对拜拜很感谢 从印尼来到台湾已经12年的鸭体 看到慈系医院有穆斯林祈祷室 感动到眼泪快流下来 这也显示了慈系医院落实全人医疗的成果 花莲慈系医院8月7号举行了院内 慈斯林祈祷室接牌仪式 华莲科长吴灵营他也特别前来肯定慈系医院的用心和努力 华莲慈系医院在院内设置了两处祈祷室 还有清真友善厕所 备有可兰金礼拜坦还有静下设备 方便慈斯林教友衣食朝拜 政府现在正在推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国家里面事实上有很多的穆斯林 也就是回教徒 像印尼 我们印尼分会也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分会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回教国家 其实现在台湾有蛮多的回教徒 他们按照可兰金的话每天要朝拜五次 事实上是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所 那本宴就是在设置了两个非常容易到达的地方 一个是在核心七楼 一个是在感恩五楼 那这样的话就是穆斯林他就很方便的 可以去按照他的这个教规来做朝拜的动作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祈祷室 那祈祷室里面要有可兰金 要有那个朝拜堂 然后要指示朝拜的方向 然后朝拜的时间 那因为朝拜的时间就是那个穆斯林 每天是要朝拜五次 那时间也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会要把那个朝拜的时间贴上去 朝拜的方向做好 然后很重要 穆斯林在朝拜之前呢 他必须要竞生 比如说他们放个屁 要重新竞生一次 竞生的话有一个竞生的设备 那我们会放好 然后他们祈祷的时候是不穿鞋子 所以要有一个鞋柜 让他们放 花莲慈禁院这次获得中国回教协会的清真友善环境认证 是台湾第二家获得认证的医学中心 更是东部第一家医疗院所 希望在大家努力之下 可以持续来营造更友善的国际医疗环境 云基大爱 清真友善 战略会幻视报道